总统马英九今天上午接见同济会 台湾总会干部再次大力宣传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政策 他表示法规松绑让很多原本不能做的现在都可以做了 马总统也以速食店来台湾开业 并没有影响到严苏基业者的生意为例 强调不用怕经济整合 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 一进会场就受到同济会 台湾总会干部们夹大欢迎 马总统接见国际社团不忘宣传政策 自由经济示范区要国人免紧张 我们的心态要改变不要怕竞争 各位记不记得麦当劳已经来台湾的时候 民国73年很多人很紧张 说我们小吃店怎么办 结果我们小吃店还一样的发展 主要是松绑让很多原来不可以做的 现在有条件的可以做 把我们台湾的经济能够带起来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竞争力会逐渐的恢复 再次把速食店的例子拿出来讲 就是要国人记住开放市场 不等于扼杀本土产业 马总统在拿三年前两岸签订ECFA为例 再次鼓吹台湾得赶上世界脚步 你要参加区域经济整合 要自由化呢 只会让贸易增加 不要怕 因为我们台湾从来不是被吓大的 但是一定要有紧迫感 我们就很可能在贸易上 将遭到这个边缘化 要大家不用怕 而示范区第二波推行重点是松绑法规 让国内制度和国际接轨 马总统希望加快脚步 为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提早做准备 忙不停蹄引进更多产业 希望带动台湾经济和竞争力 雨电TV胡锦润珍稀台北报道